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长时间我三个星期 没有上过我的床上面睡过觉 每天晚上我十二点结束 我凌晨一点钟我就要去化妆 所以就是没有时间睡觉 就是出道了之后 大家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你多长时间不睡觉 没有人知道你经历过什么 他只专注在你舞台上的那一刻 你表现得好还是不好 他对待工作和拍戏特别的认真和敬严 然后也很能吃苦 其实我一年都是拍的工作时间比较满 因为我一休息下来也觉得挺慌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工作 对 比如说我第一天回来北京的时候 我就睡着睡着 我还记得就是我一醒 点一下手机 你看 我今天不用工作 然后我再睡 就是我习惯了比较忙碌的生活 然后突然让我一下放松了之后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以前就看他的作品 或者是他出席活动 就感觉可能是比较就高冷 其实就是三岁不能再多了 也认识的少年时代理 若不是他我怎么从过去记忆无名 我真的陪他淋过大雨 真陪他冬季夏季 真的与他拥抱黑暗里 真牵过他的手臂 我供他飞过地球万里 也一起傲慢想照顾抛弃 奋诺进了场街寂静 承诺只具有对方的 虔证思绪 那些被可以看到的所谓温柔 真坠实实不过万分之 在无人的角落里 有更多浪漫秘密 世人猜测诚 这现场对话最多的 什么都聊啊 然后什么都打闹啊 交流比较多 可我早把他安排进 全部余生里 我真的陪他聊到黎明 真的同他最默契 真的记得他所有怪癖 真的最害怕分离 我也想把爱选之日后 也时常地为爱心怀的侥幸 希望我们的世界允许 他能一次恨他心里 再说爱意 再说爱意 关于他我有太多的勇气 都是真的好梦不醒 我真的有过思念成绩 真的爱看他陪你 真的为他有盔甲建议 只能问过他自己 我们曾在高峰满座着 如果录斯成男人一辈子 那就好 如果录斯成男人一辈子 我录斯成男人就好 可我只看向他眼底 怕千万人欢呼什么 我不关心 我想告诉你相爱 太难但少年一生动心 希望以后有缘还能在一起 再回作一步 江湖再见